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室外来评测一下大家的Mavic Air 2 Mavic Air 2使用了大家的iPad 3.0的自动辅助飞行系统 采用了前后下三个方向的感知系统 并且配备了大厢最新的避障算法 那我们今天就带着他的大兄弟和小兄弟来评测一下 Mavic Air 2到底是不是最聪明的无人机 Mavic Air 2 我们在上期视频中分享了Mavic Air 2 与Mavic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区别 这其中最令我们惊喜的性能不是影像质量 也不是飞行时长 而是Mavic Air 2的智能航拍能力 能够全自动拍摄的跟随和环绕模式都升级为3.0版本 号称最聪明的无人机 单兵作战全自动自拍能否实现呢 实测具体表现如何 让我们通过复杂性不同的次级智能飞行科目考试来看一看 测试说明与安全飞行 测试说明所有测试都在智能跟随或者环绕模式下 由无人机根据目标自主飞行 飞手不主动施加任何控制 我们曾经尝试双击同时飞行跟拍同一目标 但飞行过程中双击自动规划的航线可能重合 为了避免炸击的风险 我们改为每次单机飞行 尽量保证拍摄目标的移动速度和轨迹相似 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与目标的距离保持类似 但无法保证每次测试条件完全一样 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另外为了避免影像记录 对于智能飞行潜在的计算资源争夺 我们在测试中所有的视频记录格式 都设为4K25P自动曝光 安全声明 所有测试环节虽然在自动飞行状态下 但有专人在飞行器后方近距离观察 路过行人与飞行区的距离 以保证安全 如果有潜在碰撞危险 则还有专人负责控制遥控器 使无人机进入受控飞行状态 在进行正式的科目考试之前 我们先来个热身 在开阔场地上 先来看看无障碍情况下 无人机进行基本的环绕和跟随拍摄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常规表现 这个测试可以帮助我们 对无人机在自动状态下 对目标运动响应能力 以及路径规划策略 有一个直观的判断 我们首先用Mavic Air 2 和Mavic家族的入门型号 Mavic Mini进行环绕飞行对比 Mavic Mini仅有下视感知系统 只能通过主摄像头 捕捉拍摄对象并识别 无法精确测距 所以它支持的自动飞行功能较少 只能通过渐远 冲天 环绕 螺旋等预设好轨迹的常规飞行动作 如果拍摄目标仅有小范围移动 Mavic Mini可以通过云台调整角度 来保持目标居中 如果拍摄目标有大范围移动 Mavic Mini则难以适用变化 甚至可能跟丢目标 Mavic Air 2支持兴趣点环绕3.0 在原来静态目标基础上增加了动态目标 而且跟随目标环绕的时候 能时刻保持比较平稳的距离 即便目标有移动甚至加减速 都能自动调节无人机轨迹以速度 最终获得平滑的自动航拍画面 接下来我们用Mavic Air 2和Mavic 2 Zoom 做一个追踪和平行跟随的对比 在跟踪过程中设置了加减速和变相 拍摄环境空旷 以此考验无人机在无障碍环境下 对于运动速度和方向变化的 响应灵敏度以及响应策略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款无人机都能快速的适应 目标运动速度和方向的变化 在跟随模式下 拍摄目标如果有180度的折返运动 则都会侧面迂回到目标后方 最终保持后方跟随的效果 Mavic Air 2比Mavic 2 Zoom对于目标运动速度变化的 响应要缓慢一点 这一方面可能是无人机本身飞行性能的差异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速度档位设置的问题 Mavic Air 2在运动档下 智能跟随没有避障功能 平行跟随模式也没有避障功能 本次测试 Mavic Air 2是被设置在有避障的普通档模式下 而Mavic 2 Zoom在跟随模式下 可以进一步设置跟随的快慢速度 慢速安全模式下有避障 我们热身测试选择的最大模式下 速度可达每秒20米 但超越每秒12米时避障功能失效 所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 低速普通档和追踪模式才是安全的选择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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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一近距离低速的跟随 目标半遮挡 科目一测试 我们选择了一段上坡的小路 并且有一段低密度的围栏遮挡 可以考察无人机 对于目标在垂直方向上的 轨迹变化识别能力 以及对于半遮挡干扰的处理能力 Mavic Air 2第一次的跟随飞行 以1.5米的对地高度开始 随着爬坡的进行 无人机高度也在不断适应调整 在过半遮挡围栏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追踪到了目标 但在最后一刻目标丢失 Mavic Air 2第二次的跟随飞行 以1.9米对地高度开始 在过半遮挡围栏的时候 能以更高的角度 捕获目标的无遮挡部分 成功地跟随目标越过了围栏 无人机的跟随高度 对于翻越障碍物的成功率 还是有较大的影响 Mavic Air 2 Zoom的跟随飞行 以2米左右的对地高度开始 享用迅速 面对围栏毫无犹豫 在折返的航线中 面对与目标之间的路灯 也及时感知并巧妙地绕飞 在这种相对开阔的场地 我们感觉Mavic 2 Zoom更胜一筹 科目2近距离低速跟随 上下左右360度障碍穿越 科目2测试 我们选择了一段临间小道 左右都有茂密的灌木 最为密集的路段 上方也有全部覆盖的树枝 无人机跟随目标 低速飞行穿越 并且进行跨障碍转弯 以及折法 Mavic Air 2的感知系统 能对近距离障碍物 有较好的识别 所以在穿越狭小空间时 大部分情况相对顺滑 即便没有上部感知系统 穿越顶部障碍也毫不费力 但也有一次面临侧面障碍 响应缓慢 飞行暂时停止 然后再猛冲上去 犹如拉风箱 在跨障碍右转弯的时候 Mavic Air 2由于没有侧面感知系统 转弯避障的时候比较犹豫 Mavic Air 2的全向感知系统 在狭小空间显得有点视展不开 多次出现急速调整飞行姿态的情况 一路警告不断 但最终也安全穿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跨障碍右转弯的时候 全向感知系统的优势得以体现 转弯顺滑 跟随及时 快赶上手持稳定器跟随拍摄的效果 科目3近距离低速跟随 上下左右360度加前方障碍穿越 科目3测试在科目2基础上增加了难度 我们选择了一处没有道路的小树林 前后左右都有一些树木的障碍 无人机需要跟随目标 来个随机路线的丛林穿越 Mavic Air 2的全向感知系统 在这个迷魂阵般的小树林里 彻底丢了魂 虽然对目标一直有准确的识别 但却寸步难行 任凭我们万般召唤 抑制原地窥然不动 Mavic Air 2的近距离识别与避障 似乎专门为这样的环境而设计 Mavic Air 2前方感知系统 可精确测距最近0.35米的障碍物 而Mavic 2的最近精确测距是0.5米 虽然只差了15厘米 但在实际环境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Mavic Air 2虽然无数次与树木擦肩而过 但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丛林穿越 令我们大为惊叹 科目4远距离中速跟随目标 全折挡下方臂障翻越 科目4测试 我们增加了无人机与目标的距离 飞行高度在10米左右 正好在树顶的附近 在飞行途中 有半折挡和全折挡的树顶作为障碍干扰 Mavic Air 2的跟随飞行 以11米的对地高度开始 多次经过半折挡和全折挡后 顺利重新识别目标 在贴着树顶飞行的过程中 不断调整高度 成功跟随了大部分路程 在最后一段 面临大范围全折挡和目标 突然加速远去的情况下 跟丢目标 被树枝围困 最后通过人为干预安全飞回 为了保证安全 Mavic Air 2的跟随飞行 以12米的对地高度开始 各种遮挡过后的重新识别能力 也不差 但在面对近距离树顶障碍的时候 避障能力与Mavic Air 2 有较大的差距 多次被树顶围困 而无法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论 有突破 有保留 Mavic Air 2相比Mavic 2的避障性能 和规划路径的能力 有大幅提升 尤其是在狭小空间 成功与否是0与1的关系 智能飞行性能的不断升级 对于航拍初学者来说 是巨大的福音 无需苦练遥控器 大偏效果随便拍 单兵自拍 也能玩出更多花样 对于有一定经验的飞手来说 在Mavic Air 2升级的智能飞行模式下 可以通过打干 施加更多人为操控 相当于在自动飞行的基础上 叠加外部操控指令 既可以提高常规拍摄的效率 也有助于实现 更为复杂的飞行效果 没有侧面和上部视觉感知系统的 Mavic Air 2并不完美 但其升级的智能飞行性能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期望 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数次被惊艳的赞不绝口 与此同时 作为画质控的我们 也更加期待Mavic 3的到来 全向感知加持的智能飞行 再加上大底传感器 带来的更加完美的画质 人间真相莫过于此 好了 今天的baby时间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点赞留言 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